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起来听 随着时代的演进 人们崇尚更高的质量生活 但是物价上涨 尤其是房租 房价令人望而却步 即使好不容易攒足钱 买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楼房 但是作为住宅的风水 装修又是一头雾水 不知从何下手 福地福人居 福人居福地 选择合适的房子 有力的风水 好的装修 人们住得也很安心 时代在转型 很多人对于风水一说予以否定 但是几千年来的玄学历史 总有它存在的道理 很多东西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乔迁新居 总是希望有一个好彩头 一个好的居家风水 让人心情愉快 也对将来的人生充满了希望 下面我们聊一下房间阳台的风水禁忌 阳台千万别放几样东西 否则厄运缠身 赶紧一起看看吧 一 阳台既会摆放的物品 一 阳台既挂贝壳风铃 贝壳风铃是很多女生喜爱的装饰品 在阳台或是阳台上 挂一串贝壳风铃 清风清拂 叮铃铛当当的响声 婉转动听 殊不知 老一辈一直有那样的叫法 贝壳风铃招鬼 实际上 在风水学中 贝壳风铃属音 其被气旋推动后碰撞的响声 会相反在推动气体流动性并影响电磁场 因此 贝壳风铃响动是有开运化煞的作用 而且在阳台悬架贝壳风铃 非常容易被外边的邪气吹开 影响家里的风水气韵 二 阳台既摆放伪暗的绿色植物 在阳台摆放许许多多的绿植 也是很多家中常做的事 可是 阳台最好是还是不要摆放 身形达到 叶子繁茂的绿色植物 这也会影响到家里的运程 阳台最好是摆放阔叶植物 盆栽植物 贵竹等绿色植物比较好 一些花朵绿草等盆栽植物 也能用来装点阳台 假如每棵花草植物都看起来非常好 代表这里气血盛 若花草植物总便枯长得慢 则表明这里不适合种植 主人家发现之后一定要更换其他品种的绿草 三 阳台即敬奉神位 很多老年人喜爱在家里敬奉神位 可是敬奉神位免不了需要点香火 这样会造成烟味重 有的人便会将神位摆在阳台 觉得有利于自然通风散气 还能让神位接受自然界的气体 事实上 这类做法错得离谱 阳台过度宽阔 雨打风吹 在这里摆放神位很不尊敬 非常容易撞击了佛像 假如来到冬季 佛像被西北风吹到 很容易飘散神位的灵力 并且阳台还是家中晾晒衣服裤子的地区 衣服裤子染上了身体污渍和气场 尤其是内衣内裤 在这里摆放神位便会对神明导致不敬 对家里造成不太好的影响 因而 阳台是不可以摆放神位的 四 阳台不要摆放厨房用具 现在的厨房都比较小 为了更好的利用空间 很多人会把阳台来当成厨房使用 但在风水学角度来看 这样做是不好的 在阳台上摆放厨具的话会破坏阳台风水 会使阳台的阴阳平衡被打破 容易导致家庭财运外泄 也会影响到家庭的和谐关系 从而影响家人之间的感情 五 阳台不要放杂物 如果阳台上堆放了过多的杂物 就会污染进入室内的生气 会使本来有利于室内风水的生气 因此而沾染上污秽 而不能发挥本来的风水作用 而且从阳台上进来的洁净的空气 因为杂物的污染 会使居士不及 使人意志消沉 没有干净 精神违米 做事多困难等 六 冰箱 冰箱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是使用频率是比较高的电气之一 同时也是开河非常频繁的电气 而且在风水学中 冰箱是住宅的财库 如果冰箱摆放在阳台 一来不方便我们的使用和拿取物品 而且冰箱摆放在阳台 频繁开河 则容易导致财运的流失 久而久之甚至有破财之余 七 镜子 现代住宅的入户门一般是防盗门 而且大多数人进出家门后会随手关上 所以住宅的内气功能主要通过阳台来实现 对门而放的镜子会将刚刚进门的气场反射出去 影响大门的内气 阳台上的镜子也会因为同样的原因影响家宅那气 二 阳台室内装修风水知识有什么 一 阳台适合宽阔 阳台是房子和外部沟通交流的地区 假如阳台宽阔 乃至在阳台里能够摆放布衣沙发 桌椅板凳 则为吉祥的合理布局 因而阳台乃考量家中是不是有着前方之关键的地区 阳台一定愈大愈好 二 阳台凶极 阳台对门的地方体现家里之凶极 从阳台望出所闻 等同于家里的象星所属 从阳台望出去 左侧有很多商务大厦 代表青龙方壮望 右侧有很多商务大厦 代表白虎星旺盛 如右侧的商务大厦高过左侧 代表白虎星强于青龙 多有女士做梗 若看到前面的室内空间低限 代表前方深广 招财工作能力较强 前面有摩天大厦顶着挣钱放 代表所做知识摩擦阻力重重的 挣钱一直有快速赚钱 不可以招财 三 阳台不适合摆放 赃物 许多家中 将阳台变为储藏间 置放扫帚 或将整屋的衣服挂在阳台上 彻底毁坏了阳台作为前方的风水学效用 并且阳台亦囤积废水 在这里堆积脏物 非常容易导致文幻及宠乙滋生 也有另一种状况 房主已变房道 或担心小朋友爬出阳台导致风险 因此在阳台改装建筑钢筋 实际上这也毁坏了阳台的风水学 不仅会造成此屋不可以招财 也代表阳台方向隶属的大家族组员 在思想方面被困和受力 四 全自动洗衣机最好是没放阳台 全自动洗衣机最好是不必放在阳台 它在居家风水中被视作排出来污浊的地区 从衣服上洗去的废水从全自动洗衣机排出来 置放在阳台则影响家居家具的运势 若只有在阳台放置 必不可少将全自动洗衣机的废水立即排出去 不可以有存水 五 阳台晒衣服注重 在阳台晾晒衣服裤子也是有注重 若有好几个阳台 关键阳台尽可能不必晾晒衣服裤子 非常是内衣等隐私保护的东西 若要晾晒则尽可能将内衣朝理 外套靠外晾晒 六 阳台朝向应朝东或朝南 风水里有紫气东来和熏风难开的说法 所以 阳台的朝北应该朝向或者朝东 这样有利于祥瑞之气的流入 有利于家人的运势发展 不仅时分 阳台如果朝东的话 那么阳光一旦从窗户照入房屋外部 也有利于家人的精神旺盛 总而言之 大家一定要记住 不要在阳台摆放以上几种东西 规避这些风水问题 避免让居室不急 没有人喜欢杂乱无章的空间 特别是阳台这个特殊的空间 只要用新规划 即使是当个简单的储物间 阳台也能很优雅 客厅的设计决定着一个家里的设计风格 更会影响到我们的运势 在我们客厅里设计的时候 要摆放什么才能够聚裁呢? 一 风水轮 在风水学上 风水轮是被认为可以催活财气的摆建 因为里面的水是指活水 表示有着生生不息的能量 水在五行中煮财气 风水轮摆放在客厅 可以起到招财俱财的作用 所以很多人家都愿意在客厅摆放一个风水轮 二 鱼缸 水煮财 这是很多人们都知道的 鱼缸有很强的摧财作用 在摆放时候 要注意摆放的位置和尺寸的选择 根据摆放的位置来选择合适的尺寸 这样摆放后不仅可以忘财 还可以起到装饰的作用 三 财神 财神摆放得当 静之得当的话 可以保证家人的财运亨通 如果静之不当 也会造成家庭散财的现象 可以在客厅的财卫摆放观工 不仅可以给家人带来财运 还可以起到防煞气的作用 分五财神和文财神两种 对财神静之得当的话 而且还会保佑家财运亨通 要是静之不当的话 家里就会出现耗财破损的情况 所以要是家里放财神也 一定要记得经常供奉 敬重他 四 水晶 水晶主要分为天然水晶和人造水晶 装饰的作用好 而且装修效果也很不错 如果有条件的话 建议可以使用天然水晶 水晶一般可以放置在病煞星的位置 不仅可以起到化病消灾的效果 还可以让家人运势更好 五 天然磁石 健康是我们的财富 平时可以在客厅摆放天然磁石 这样可以保证家人的健康 要可以给家庭带来财运 起到一举两得的作用 客厅是家居中最常利用的空间 因此要以便捷为主 格局需占所有空间的第一顺位 且面积一大不宜小 可与弹性空间如餐厅做开放式结合 起到扩大面积的作用 另外 需要注意的是 客厅一定不能选择设置在角落 客厅与餐厅结合设计 起到扩大空间面积的效果 客厅色彩是家居设计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客厅配色是整个居室色彩定调的辐射轴心 一般来说 客厅色彩最好以反映热情好客的暖色调为基调 但如果客厅有充足的日照 也可以采用天冷的色调 客厅的色调主要通过地面、墙面、顶面来体现的 而装饰品、家具等只起调剂、补充、点缀的作用 客厅的作用就是接客迎宾的、会所谈话的地方 队内是家庭男女老少这里团圆聚集、交流感情的地方 客厅既起到对外的发展 队内起到家庭稳固 幸福美满的作用 所以客厅的设计也就相当重要了 希望大家多多注意以上几点 招财是大家最为看重的部分之一 许多招财方法十分繁琐复杂 除上面的招财方法外 再为大家带来一些简单的招财方法 希望对大家的家居风水建设有帮助 一、养招财鱼 鱼自古就被视作吉祥之物 皆因取其鱼与鱼同音 便是俗语所说的年年有余 在风水学上 好的风水是藏风蓄气得水 以得水为上 家中气场处于流通之中 很容易被风吹散而打破循环平衡 但遇到水便会停下来 因此水可以使气运流通平稳 招财鱼可以作为很好的观赏鱼和摧财鱼 尽量不要养全黑的鱼 全黑的鱼从风水上来说 一般用来挡杀 二、家中摆放扇子 扇子寓意和善之家 家里摆些大扇、公益 扇 可以招财 而且使家庭氛围和谐 三、种阔业、不开花、喜羊的植物 植物代表生命与生气 绿色植物不仅会带来勃勃生机 阔业、不开花、喜羊的植物吸收了更多饱满的阳光之后 在家里会释放更多的能量 从风水上来说 会对财运有很大帮助 四、摆放天然水晶 天然水晶具有神奇的能量 它们是千万年幻化而成的大自然的馈赠 水晶有不同的寓意 最能招财的属水晶球、水晶洞了 如果是招揽生意 可以白粉水晶球 非常利于招来客户与人员 五、使用招财提修 提修 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一种招财神兽 龙头、马身、灵脚 形状似狮子 提修凶猛威武 喜西时魔怪 并转化为财富 自古以来 就有一摸皮修运成旺盛 再摸皮修财运滚滚 三摸皮修 平不清云的美好祝愿 六、摆花瓶插鲜花 瓶子寓意平平安安 同时也招来吉祥和平安 为什么古代的时候 家里摆很多大瓶大罐 其实也是调整风水格局 如果单身的朋友想获得好的桃花 可以在家中桃花位上摆上鲜花 可以招来美妙的爱情 以上就是给大家分享的客厅设计要点 还有一些简易的招财方法 相信大家已经有所了解了 在我们进行客厅摆放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客厅摆放技巧 千万别让我们的粗心 影响了家里的运势 客厅设计要点是重点 我们一定要多加掌握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您对本期视频感兴趣的话 点击右下角订阅我吧 每日为您分享更多风水信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